真正让我们大家熟悉杨子的还是《家有儿女》这部电视剧中的小雪这一角色 虽然在这部剧里,她的形象还是没有那么的完美,但是演技却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这部剧里,她饰演的是一个性格大大咧咧,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而她却将小雪饰演得很到位,一点也不尴尬 本来,杨子还想继续饰演小雪这一角色的 但在剧里饰演她妈妈的宋丹丹,却说,以杨子当时的颜值,就不要再继续演戏了 因为以后也是当不了主角的,只能去跑龙套 没想到,就如宋丹丹所说,在《家有儿女》三开拍时,杨子被换掉了理由,却是长得不够漂亮 而顶替杨子的是一位更加年轻更加漂亮的女演员宁丹林 经历过这次风波,杨子才明白,要想当演员颜值和演技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从那时起,杨子开始改变自己先去减肥,让自己瘦了十几斤 瘦下来的杨子,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女 减肥成功后的杨子,跟以前的相差还是挺大的 不管是身材还是气质都得到了改变 在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里,杨子的颜值和演技都达到了巅峰 在剧里前期,他饰演的是一个不安世事,活泼可爱的小葡萄 关键是,杨子演的一点都不尴尬,眼神里全是戏 到了后期,他的云丹破了,知道了什么是情爱 但那时已经晚了,杨子就真的演绎出了那种求不得爱别离的感觉 他经历过被拳往黑的时候,但他没有退缩 正是他的这份毅力,让他有了现在的成就 所以杨子的这些事告诉我们,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